25个国家参加比赛却只有24个国家的国旗被悬挂在空中 中国运动员询问为何不悬挂中国国旗 却被忘记等一下一些理由推脱拒绝 直到比赛即将开始也不曾看到中国国旗 中国代表队毅然决然选择全体推赛 却被主办方威胁不许声张 自古以来中国就一直向世界展示着大国风范 疫情期间向各国送去援助之手 建筑上一带一路向周边国家给予了经济援助 无论国家大小 中国都高举国旗向世界展现着独有的风范 都说以直抱怨以德报德 可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懂得以德报德 回想中国在首次参加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作为中国运动员的刘长春 顶着万千国人的希望奔赴到赛场上 在当时中国在体育方面还没有如今这般厉害 连日的奔波让运动员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可是他们却未曾想到 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是不公平的待遇 其他国家有训练场地 而且住宿问题也解决了 然而中国队却没有训练场地 当时几乎全世界都在看我们的笑话 只因中国处在弱势状态 但是在这样的高压之下 刘长春依旧积极参加比赛 虽未取得冠军 但是他那拼尽全力的模样依旧被人民进 如今时过境迁 之前的那个需要看别人脸色的中国已不复存在 从1981年到1986年 中国女排创造了五连冠的战绩 2008年 刘翔又以12秒87的成绩 打破男子110米篮的记录 2011年的法王比赛 李娜以出色的发挥 成为亚洲网球时尚 第一个包揽大满冠的选手 这一次次耀眼的成绩 成功向世界证明了 中国是有实力的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作为中国队出战的孙杨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上获得第二 当时与他并排第二的还有一位韩国选手 因为是两个并列 所以在颁奖时 国旗的高度也应该是一致的 然而主办方悬挂国旗的时候 却将中国国旗挂至韩国国旗下方 对此伦敦奥组卑表示 在两个选手的成绩并列的前提下 就会按照选手名字的首字母进行排列 也就是说韩国选手的开头字母是P 而中国选手的首字母是S 所以才会将中国国旗 悬化在韩国国旗之下 此类事件在16年的时候再次上演 当时钢管舞可以说是很火的一项运动 而中国的竞技钢管舞成绩也很不错 更是获得了意大利国际钢管舞联合会要请 去参加16年举办的市井赛 中国队因为此次的比赛准备了三个月 这次一共有五个人参赛 然而充分做好夺冠信心的中国运动员 却在现场发现没有悬挂中国国旗 中国代表队与主办方多次协商 示意他们将悬挂中国国旗 因为这是最起码的尊重 但是对方一直是以忘记等一些借口推托 如果说运动员全体退赛几乎从未见过的话 那么此次的比赛就让众人见识了一下 因为在比赛即将开始的时候 主办方依旧没有将中国国旗悬挂于赛场 最终中国代表队选择全员退赛 只因国旗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是代表我们上亿中华儿女的红色热情 能够在获得冠军之后 将代表国家的国旗生气 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 对于此 想必是谁都无法忍受的吧 随着退赛事件的不断发酵 很多中国网友都十分感慨 在得知这件事后 多个国家也开始为我们抱不平 并且表示如果中国不参加这次的比赛 那么我们也不会参加了 随着多个国家的罢赛 让这个赛事没有办法再举办下去 不仅如此 当时还有中国在意大利留学的学生 他们在得知了这件事后 自行组织到场地的附近 去举行生情一事 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这件事的不满 很多网友都表示不愧是中华儿女 虽然身在国外 依旧心系祖国 直到这个时候 主办方才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必须戴维德进行私下的道歉 对于为何会发生这件事 他觉得是文化差异倒置的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欧洲等国家的身上 或许可能并非这样的结局 从其他同事的帮助下我才知道 原来在中国的文化中 国旗是这样的意义非凡 所以我代表组委会对我们的失误 以及缺乏中国文化的认知而道歉 最终这件事的结果 就是中国队依旧没能参加比赛 而为悬挂国旗这件事也被解释为文化差异 那么究竟真相如何 我们现在也无从查证 不过小鱼此前刷到了一则视频 就是美国一小男孩 骑车在经过一面国旗的时候 直接将地上的国旗拔了出来 并甩在了地上 当时小男孩的母亲就在一旁看着 似乎这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一则视频在网上也引起了热议 很多人会觉得 大概国外对于国旗的概念 跟我们是不大一样 不知道对于此 你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体育观察员 带你了解运动员背后的那些事 想要了解哪个运动员的话 那就私信小鱼饭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